这一节我们将关注文本的另外一个属性 文本的对齐 那么首先向大家介绍的是一个新的状态属性 叫做Text Align Text Align描述文本的横向的对齐方式 它有三种不同的属性 分别是Left,Center和Right 那么左对齐,居中对齐和右对齐的基准 则是给定文本的初始坐标值 下面我们来看一下代码 大家就能深刻的理解Text Align这个属性的意思了 大家可以看一下这个代码 在这个代码中 当我指定了FillStyle和一个Font属性之后 我分别使用Left,Center和Right 三种不同的Text Align值 绘制了三行文本 那么对于这三行文本 它们的X轴的坐标都是一样的 是400 那么在高度上依次递增 形成这样的三行文本 那么为了大家清晰其见 我还在这里头绘制了一条辅助线 大家看一下这个程序的运行效果 就可以知道这个辅助线的意义 以及Text Align不同曲直的样式了 那么大家看到这就是程序运行的效果 可以看到这条辅助线 就是在X等于400这个位置的一条线 那么大家看到 当Text Align是Left的时候 将以这个起始的X轴的位置为左边界 进行文本的绘制 当Text Align是Center的时候 将以给定的这个坐标点X轴为中间的位置 对文本进行绘制 而当Text Align为Write的时候 给定的这个坐标值的X值 即为右边界进行文本的绘制 相信看了这个例子 大家就完全的理解Text Align是什么意思了 Text Align用于调整文本的水平对齐方式 那么大家可以想象 相应的就一定有调整文本的垂直对齐方式的状态 这个状态就是Text Baseline Text Baseline首先可以去Top Middle和Bottom 这么三个不同的属性值 那么从这个字面上 大家也能看出来他们的意思 分别是在垂直方向的向上对齐 居中对齐和向下对齐 和Text Align一样 Text Baseline所谓的对齐 是针对指定的坐标点而言的 那么下面我们来看一下具体的代码 大家可以看到在这个代码里 我又绘制了三行文字 那么这三行文字的Text Baseline 分别使用Top Middle和Bottom 这三个属性来进行复制 为了让大家能够看到垂直对齐的效果 我在每行文字上还绘制了一条辅助线 那么这条辅助线 我声明了一个新的函数 叫做Draw Baseline 这个辅助线绘制将是从屏幕的左端 一直绘制到屏幕的右端 而它的高度将由传进的这个参数来决定 那么传进的这个参数的值 也是我们付给FillText 这个函数中绘制文字坐标的外值 那么大家可以看一下这个代码 绘制这个直线是非常简单的一个过程 现在我们就来看看此时程序运行的效果 大家可以看到在屏幕上渲染出了三行文字 其中第一行文字的上边缘是在这个辅助线的下面的 而第二行文字 它是以这条辅助线为垂直的中心进行绘制的 最后一行文字 文字整体是在这条辅助线的上面的 那么这个就是Text Baseline调整垂直对齐的表现形式 Text Baseline还有三个其他的属性 分别是Alphabetic Ideographic和Hunging 那么事实上Text Baseline的默认属性是Alphabetic 那么这三个不同的属性 实际上是为三种不同的语言类型所准备的 那么通常Alphabetic就是基于拉丁字母的语言 所组成的字符串来设计的垂直方向的基准线 Ideographic则是基于汉字以及日本文字这些方块文字来设置的垂直方向的基准线 而Hunging则是基于印度语的字符串来设计的垂直方向的基准线 那么下面我们看一下实际的代码 大家可以看到在这个程序中我又新绘制了三行文字 那么这三行文字的Text Baseline分别使用了Alphabetic Ideographic和Hunging 那么现在我们来看一下此时程序运行的效果 大家可以看到下面这三行渲染的结果 就是新的三个Text Baseline取值的效果 首先可以看到Alphabetic 那么它是基于拉丁语言设计的基准线 大家可以看到这条线的位置 在ABCD这些字母的最下方 当然对于像G和J这样的字母 它会稍微的超越一点 如果大家有兴趣的话 也可以尝试使用别的字体 那么看一下不同的字体 尤其是西文字母在这条基准线下的效果 而Ideographic是针对方块字 特别是汉字啊 日文啊 这些字符设计的 那么大家可以看到此时这条线非常整齐的 在所有的这些方块字的下方 最后Hunging这个效果是针对印度文设计的 那么在这里呢 我也不会打印度文 所以大家可以看到是这样的一个效果 悬在上方具体到印度文是怎样一个效果呢 如果有人对印度文化有了解的话 可以自行实验一下 那么在这一小节里 我向大家介绍了如何设置Tax Line和Tax Baseline 这两个属性 来对渲染的文字进行水平方向和垂直方向的对齐 那么了解了这些状态以后 大家就应该能够很轻易的在一个区域的中心 绘制出相应的文字了 那么最后我们讲解这样一个小例子 非常简单 我把Tax Line和Tax Baseline分别设为了Center和Middle 之后在整个画布的中心点的位置 绘制Converse这样一个字符串 为了让大家看到中心这个效果 我还绘制了横竖两条辅助线 那么此时大家可以看看这个程序运行的效果 大家可以看到就这样 Converse这样一行文字 就在整个画布的正中心渲染出来了 那么相信学到这里 大家已经完全了解了Converse中文字对齐的方式 相信灵活应用这些方式 可以为大家在Converse中 更好的布局自己的文字 带来更多的便利 谢谢大家 谢谢观看